花莲在防疫之后 盈然成为民众国旅的首选之处 新政院为了拉台国内观光旅游市场 推出三倍振兴券 就有花莲在地业者收到商机 搭上三倍券的消费市场 让你的三倍券再放大 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券 端午节期间 花莲旅游成为了国人的首选 台开新农场 新天堂乐园 货柜星巴克等等 成为了来到花莲必游的热门景点之一 入园人数更是超过8万人 在行政院推出三倍振兴券之后 许多民众也都选择 以值本的方式来消费 新天堂乐园 秀到了商机之后 推出各项优惠 放大您的新台币策略 在暑假期间 我们非常欢迎全国的朋友们 都到新天堂乐园来玩 然后我们针对三倍振兴券 我们的四大主题餐厅 只要消费满3000元 我们就会送两张500元的礼券 在我们新天堂全馆消费满3000元 我们就会送一张九宫格的 一个优惠券 在九宫格的优惠券 非常的好用 价值是1400多元 那我们的 包括我们世界最高的溜滑梯 都是买一送一的 还有呢 我们的儿童游乐设施呢 都是买一送一的 所以非常的划算 欢迎大家都来玩 那我们这里呢 提供了很多的娱乐项目 以及好看的电影 好吃的东西 希望大家在新天堂乐园 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 看好看的电影 吃好吃的美食 玩好玩的游戏 国内旅游新指标 深度留花莲 让大家重新认识美丽的台湾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为了响应行政院 全力促进国旅消费振兴经济 新天堂乐园 即将在7月15号 推出三倍振兴券 双重优惠方案 优惠券使用期限 7月15号到12月31号为止 三大主题单笔 消费满3000元 送两张500元的礼券可累赠 而下一次消费使用 全管累计消费满3000元 赠送新天堂乐园 九宫格优惠券一张可累赠 而如何放大你的真心券 消费额度 已经成为了今年下半年度 全民大运动 记者林杰 吉安香采访报道